忘了告訴你 明天我們早機走了 所以要去遮瑕 把照片送回來, 收不收到? 不用這麼緊張 回到香港才會發, 用不著特地來? 親自來就有誠意了吧 是嗎?K營 怎麼樣? 你沒跟康盟先生有過照片 怎麼會這樣的? 快點, 我幫你找機 我不喜歡他拍照 你又要跟他拍? 來吧 拍照有你好處 好處? 來…快點 好快… 張張是沒有歐福, 張一張而已 一、二、三 謝謝慕容先生, 收我為徒 開 搞定 沒有歐福了 謝謝師父, 謝謝 太好了, 有賞為證, 沒得抵賴 這麼容易收到沒禮, 是否好處呢? 沒你的好處, 學釣魚不是那麼簡單 釣魚有很多學問 謝謝 算了吧, 柯姐姐早就跟我們說了 你還沒做漁夫之前 是一個很出色的壽司師傅 是個妥姬, 這麼多話要說 已經是上一輩子的事了 我現在要買手 那你在北海裡無所事事 跟我們回香港沒什麼事吧? 是呀, 師父 你一身絕技沒理由失傳的, 師父 師父, 其實我做你的傳人都不錯 師父, 是不是嗎? 師父… 師父, 香港等你了, 再見 會不會強硬了一點? 我覺得很輕鬆 他遲早會向我屈服 反正我有黃牌在手上 黃牌? 是什麼?我很想知道… 適當的時機, 我自然會告訴你 不行, 我現在要知道 辛苦了, 你多吃點 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這次不僅贏到 我以壽司的經驗拚回來 還要發現原來余琪仁是一個天才 簡直是一名驚人, 大風收了 關我什麼事? 其實這次我只是大哥出賽而已 我是完全符合過關 下次一定沒有這麼好才 做壽司是講實力的 哪有得你符合過關的? 你是天才, 始終都會風雲不露 或者一天想給你機會表演 所以安排我受傷 是否我的嘴巴太難, 所以你們不懂笑 不是, 你不說真的不知道是一個難嘴巴 還以為你不值得 什麼?我們兄弟倆一條心 我這次代哥出賽而已 其實我贏了, 就等於有哥贏了 哥, 等你的手好起來 我就會把二壽司完全給你 嚴師出高徒, 型仔沒令人失望 最大的功能就是自曉你了 滿滿, 瑜伽營已經有個新的師傅 慕容傘在未做漁夫之前 是一個很厲害的壽司師傅 他很快就清出於藍 是呀, 就算我的手好, 沒得翻也好 有型仔撐瑜伽壽司就行了 快吃飯吧, 東西冷了 多吃點 你媽媽吃吧 好 渣時計給我雞尾 我發生什麼事? 快點幫忙, 剛才拿了一場雨 有雨上在膠片滲進來 你看我的房子給水藏 我這間屋子給你住, 住得壞了 我還沒說你這間屋子給我住 害得我倒死螺蟹的那些…快點… 待會兒, 我去教餐 我去教餐 怎麼樣?汪汪先生 下機了沒有? 下機了很久了, 吃飯了, 謝謝關心 誰有大人關心你? 那你就當我誤會了, 待會兒 坐下… 姜姜怎麼樣? 媽姜就慘了 我呢? 沒有, 我們這裡剛剛經盤大雨了 誰知道媽姜住的那間屋子 就想了半個天花 好死不死, 那些水浸得上漆頭江 看你今晚也無家可歸 那你快點幫我整個那間屋子吧 不然就讓你房子去睡 阿夢先生, 我懂得做壽司 但我不會蓋房子 還有, 樓下就是哥哥說的事 我做不到事, 所以進不了屋 你知道你女兒多可憐才行嗎? 寄人來下, 無親無故 好像浮平一樣, 風雨飄煙 我不管這麼多, 你答應過我 你認了頭, 你說話要算數 試問有哪個子女 不想父母在身邊才行? 如果你是在追求她 你就應該馬上飛回來香港照顧她 說不定我這個徒弟還好服侍你 你承認你做徒弟? 我這麼說的 你不用裝傻的帽子, 你想騙我回香港 沒用力 媽姜一個人在這裡生活 你也想到 就算有我這個友達 又怎麼能夠你這個父親呢? 我也知道, 不管 如果我女兒有什麼頭暈新熱 我會為你試問 我當然 幹嘛突然說日文? 我媽姜教的 我最近拿了二壽司的經營權回來 當然多學幾句日文旁邊 阿新, 但最重要是可以跟師父溝通 不用借頭借路認我做師父 沒理由沒好事 你捨得進來沒有? 捨不得 不過都進去 蔡小姐, 我是馬醫生 你媽媽的情況不是這麼老觀 這樣夠你了? 夠你呢? 媽媽, 師郎 姐姐, 你回來了嗎? 對, 剛才我上去上面找你 看不到你, 我還以為你出院了 原來跟師郎在這裡散步 我也想早點出院 不用你這麼貧迫才會來探望我 師郎 這裡風大, 拿個暖水袋給媽媽 不如你自己給吧 關心媽媽, 為何害怕尷尬 謝謝 不用 不用, 麻煩 姐姐關心媽媽是應該的 讓我試一下我的暖水袋 按夠暖 姐姐, 你坐下 媽媽, 我們又試試了 我們三個手掌握在一起 很暖, 暖得入心 在外國讀過書, 說話也會比較好 你這麼辛苦供我讀書 又沒有百交學費 翔太太, 這麼早上去吃藥 那我先回去吧 我跟師郎一會兒上來 小心點, 媽媽 我們一會兒上來 我們一會兒上來 師郎 告訴姐姐你有甚麼打算 我問了香港幾間大學 有大學願意收我 在香港讀書可以省很多錢 那姐姐, 你就不用這麼重負擔 我不是說了嗎 我應付得到, 你不用擔心 我想知道 不知道為何你會有這麼多錢 幫我媽媽給醫藥費 我和你去北海道有關 那些錢是我朋友借的 這次北海道 是幫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至於是甚麼事, 我現在不方便說 但你放心, 不是犯法的 好, 姐姐不說, 我不問 不過你也不能阻止我的決定 我要在香港辦公讀 你現在不聽姐姐說嗎 我不會用一些耐力不明的錢 就像姐姐你當初也不用 那個撞死爸爸的壞蛋錢一樣 思朗, 你聽著 姐姐很辛苦供你讀書的 你現在還欠一年 就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了 如果你現在放棄的話 我和媽媽都會很失望 我讀書的話, 我哪會讀都一樣 更何況是你教我還要有骨氣 我今天就聽你的說 好 你現在還未有事要做 這些錢, 先拿去洗吧 不用了 你剛剛才說我大過兒子 放心吧, 我搞定了 你現在看的是TV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V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